焦点访谈邀请到的是台北慈悸医院胸腔内科苏文林医师 他同时也是加护病房主任 主任要先跟您们说一声辛苦了 真的非常非常地辛苦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要持续地陪伴患者与病毒来拔河 台湾这一波本土疫情是从4月底开始爬坡往上升 而所谓的长新冠后遗症呢 不只是住院患者要当心 其实轻症的民众也要留意 台湾最快有可能今年暑假 也就是7月份开始会陆陆续续出现长新冠的患者了吗 所谓长新冠的症状 它的症状是包括说是以那个系统来分别的 包括说在呼吸系统就会有一些呼吸困难的症状 可能是因为血氧濃度的不足 或者是说是肺部的纤维化 留下的一个呼吸困难的一个后遗症 那另外有个肺酸塞 它是因为影响到肺部的血管之后 那造成说血管的一个堵塞 所造成的呼吸困难的症状 那在神经或者是精神系统的部分 就是像疲劳或者是焦虑 或者是说心情低落 甚至说会有一些脑雾它是主要是用来去形容说 我们在长新冠这个症状 它所造成的一些注意力的不集中 或者是说认知功能的障碍 尤其是在年长者 那有可能会比较容易会发生有这样子的一个后遗症 那另外就是在心脏系统的话 会造成这个冠状动脉疾病 或是心血管的这个心肌炎等等的这些后遗症 那另外在这个静脉的会产生血栓 肾脏的部分在染疫的时候 就是肾脏功能有受伤 那会造成就是有肾衰竭的一个迹象 或是说肾功能不全 然后在内分泌系统 就是有看到一些案例 就是原本其实没有糖尿病 但是在在新冠病毒感染之后 它可能就会诱发一些糖尿病 或者是说甲状腺等等的这些症状 那还有就是包括有肌肉关节系统疼痛 有些案例就是会有掉法 或者是说是起红疹等等这些的症状 甚至说我们有看到有些 就是在新冠病毒感染之后 它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的失调 得过水痘 但是在那个免疫力失调的时候 这些泡肿病毒又活化 那就造成像那个皮舌会装 就是这个带状泡肠的一些症状 比较小的幼童 他们在染疫后会出现 MISS C 也就是主任您刚才提到 这个多系统发炎的一个综合症 这也被美国的儿童儿科学会 纳入了儿童的长新冠的主要症状当中 那家长就听到很担心 就会说一旦我的小朋友染疫过后 他就算康复了 但他有所谓的MISS C 会不会一辈子都好不了呢 他的特色就是说 他在侵犯身体之后 会造成一个多系统 身体的多系统发炎 有人觉得说 他跟那个川崎市症 是有点类似的 但是他比较一些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MISS C 在确诊之后的二到三周 如果说有一些发烧的症状 那这个发烧可能一到三天 这时候家长就必须要去注意 包括一个是急性的肠胃道症候群 比如说是腹痛 腹泻 或者是说有往后的现象 那或者是说有皮肤黏活的症状 像手口竹 就是说口腔的一些会痒疼 红疹 然后手部跟脚的部分 那或者是说眼睛的充血 包括说有睫毛的发炎 这些那还有就是小朋友觉得说会有头晕 那可能是有一些低血压的一些症状 或是活动性的一些呼吸困难 呼吸喘 或是胸痛或心肌 那这个可能就 我们会比较注意说 是不是有心肛膜炎 或者是心肌炎的可能性 那神机系统可能就是会 有一些沾望或是神志不清等等 目前我们所知道在台湾的一些 所碰到的这些案例的治疗 它的康复的情形的话 目前都还是乐观的 所以是比较有信心说 在儿童的一个密实系的治疗上 在台湾的儿科小儿科的话 他们的治疗的成效都还不错 平时有没有办法 就自己在家里口 靠饮食的调理来改善健康呢 肠心肝比较容易会发生 就是后遗症的 主要都是一些重症的病患 或者是说大于65岁上的一些长症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会比较建议说 一些饮食上的 像蔬菜啊水果 或者是土土豆类等等 这些植物性的食物 那里面可能包含一些 膳食纤维 维他命的A、C、D、E等等 或者是说一些叶酸 像矿木质里面的话 包括说是铁啊或者是脚 这些可能都可以提升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那还有一些就是有抗氧化效果的 像天然的一些抗氧化的食物的话 一般是说是 食物里面的一些多分类 或者是类胡萝卜素等等 这些都是有一些注意 感恩苏主任今天给我们的分享 就很像一本百科全书 在短时间给大家防疫方面的心知感恩